从开季至今已经一个月以上,HUB终于盛场开湖,取自Garena Esports F-L-I-C-K-R。 记者陈耀宗台北报道,英雄联盟2018LMS春季赛本25日游HUB被上Team Ofro,前者盛场人为开湖,可说是求胜若渴,本场与AFR一路纠缠到第三局。 面对AFR,选出四坦前排的宝牌阵容,HUB成功靠着输出制胜,拿下关键局胜利,多得本系首胜,战绩一胜600,离季后再门票,还有一段很长的路。 第一局选角,取自Garena。 第一局,AFR很快就在下路打出破口,伤给西维尔两次击杀,并拿下手塔与手龙提早炸现的HUB,稍后也在上路靠着西维尔打出二杀勉强直血。 但推塔术还是由AFR遥遥领先,拿下巴龙去送掉四颗人头的AFR,还是靠着单人BUFF取得六外塔。 31分钟,AFR少了一人,依旧在吃第二条巴龙,但在西维尔镇手下,依旧打不进高地。 下一条远古巨龙及巴龙还是由AFR拿下,42分钟终于打进高地,打出零换四攻势。 尽管塔利亚死命防守,还是被AFR打掉主宝最后一滴血量,取得首胜。 赛后数据可以看出,从5分钟开始到游戏结束,AFR经济一路领先。 尽管有几波和努力想翻弹,但多半已被单抓获会战失败。 收场全场输出最高的维沙亚的41。 8K单局NVP则是交给辅助选手Zest瑞空,其打出一杀无死16助攻,非常强势且果断地开战成功驻AFR会战告捷。 3.第二局选角取自Garrenner。 第二局核展开反旗,靠着队伍联动累积人头,捍卫助于逝者与首塔经济。 21分钟小龙持会战,和靠着大纳尔一推三,打出一波ACE,打出中路破口后,和视野解放并取得三外塔。 25分钟成功吃下巴龙,随即41分推打进高地拆掉水晶兵营。 尽管回头被AFR靠着塔利亚开战打出一波ACE,但他还是靠着视野优势取得双龙附体。 37分钟拿下三军营后成功追平比数。 本局MVP交道和上路Laris手上,其操作的纳尔不仅在分推本职做得好,关键会战化身大纳尔的控场做得也十分出色。 最后也打出5杀3-4-9助攻的数据,助队伍追平比数。 第二局MVP由HERIS拿下,取自Garrenner。 第三局选角,取自Garrenner。 第三局AFR选出4前排打出金刚阵,但会战缺乏爆发伤害,只能依靠崔斯塔纳。 全场不断被HER押押着打,22分钟就丢掉巴龙并让HER打进自家高地。 这回换弗拉迪米尔开秀,直接进场开启血池柱和打出2换4并推倒水。 金兵赢30分钟和在于巴龙池前打出0换4,成功推倒主宝,拿下本机首胜。 自开季第一场输给HQ后,和长达一个月以上为长胜机吞下6连败。 如今对上联盟第六的Tim Ofro以2比1拿下胜利,战绩来到一胜600。 第三局数据图,取自Garrenner。